好,我们开始中国式管理 这个中美日管理哲学对比 说到哲学已经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了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中国飞靶是最高的艺术 因为飞靶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飞也可以不飞 就是可以乱飞 这种乱打乱撞感觉非常神 中国人就有这个本领 日本人呢 他是活动的这种动态的 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种情况 他们抓的会比较准 可能要还胜于中国 但是中国如果是玩转了 下面这些都不是事 这个美国呢 就固定绑 一板一眼的 就那种死的情况 很死板的 这种情况按规矩条文 那他们是最新的 这个常态是很多原因导致的 我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看美国西方 因为我们现在人说这个西方影响太大了 他们衣服一扒开全都是毛 这个是离动物比较接近的民族 野性难逊 所以他们好战 好竞争 白种人 我们不搞种族歧视 但是这个一种人 毕竟有一种人的特点 也有优势 他们因为人很少 地呢 很广 地广人稀 在这种情况下 人 他就往往没有约束 感觉走到哪儿 就他一个人 想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种情况呢 当他们进入人类这个社会啊 长期的团体当中 他们就强调个人的英雄主义 我们很多人 尤其年轻其胜的时候 会有这种 那怎么样呢 每个人都强调自我独立 最后只能靠契约 强制的法规去约束 为他们 不管你人是谁 就对事不对人 那日本 这个经济按道理来说 从美国后来发展到 亚洲四小龙 这个风水轮流转 大和民族 他们呢 地少人多 所以 资源很有限 要做什么呢 一定要有个领导 要不然 都乱了 而这个领导 他有绝对的权威 所以他们强调这个集体主义 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管理 马首事战 凡是嗨嗨嗨嗨嗨嗨嗨 也不知道是嗨的是什么 你看他们那个国旗 一个大饼 他们压根就是没有思路的一个命路 什么事 也就是一个团团很糊涂的 美国那个呢 调调框框 横横竖竖 非常刺断 中国就厉害了 我们太急 对吧 你看我们的长城 也是玩玩去去 长江黄河 是吧 人多帝国 所以 这个地方不受用 我可以去另一个地方发展 但是哪个地方人有很多 怎么样呢 最后只能互相 一边磨合 一边很有意思 跟天地磨合 跟人磨合 所以中国人 最强调人 以人为本 自发管理 他发自内心的 他服你 你才行 所以讲究知人论事 他不是 你要了解你这个人 才知道你这个事 一听就说 谁说的先